雖然氣氧局預估泰力颱風的路徑是明顯偏北了 直接侵襲台東的機率並不大 不過 孤懸外海的藍雨和綠島 依然是籠罩在泰力的暴風圈當中 兩個離島民眾和商家都擔心這幾天交通船不開 急著運捕物資 生怕斷糧的危機再度重演 泰力颱風不會直接侵襲台東 但是藍雨和綠島仍然處在颱風行進的路線上 航行離島的交通船13號到14號停開 兩個島上的民眾擔心斷吹 這幾天打電話向本島的供應商訂貨 生鮮食物和日常用品一箱一箱往船上送 你是當地嗎 對啦 當地啦 要關鴻台疫情一定關 沒有啦 鴻台回家了 那現在比較難 沒有 現在有限制 因為 禮蔻要過去邊海下竊絕絲 不然不能過 還要靠北靠府 對啦 對啦 現在就是限制 台風市來對不對 那7-11跟前家兩天而已就沒給錢買了 要吃什麼 貨物往綠島送 旅客倒是爭相從蘭嶼和綠島離開 再不走 萬一無法上班或是上課 不知道要受困多久 雖然泰力對台東的威脅大大減低 不過一天下來還是輸運了1372位旅客 但是也有98人還是滯留狀態 到截稿時間為止 中央氣象局只發布了海上颱風警報 對漁民的影響比較明顯 漁船大多回到母港避風 大概要等到15號之後 海象恢復正常 才能夠再度出海捕魚 記者賴詠誠 台東市報導